诶不晓得呢 这个Bivo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很有名的广东歌曲 其实我是到就是长大这几年 才比较知道原来这首海阔天空的出处 就是比较都比较知道是信乐团唱的那个海阔天空 其实不少年轻人听到这首海阔天空 大部分都是听到人家翻唱后的版本 就是可能有些艺人歌手来跟他们致敬 但我们就带你来了解一下这首歌 其实海阔天空是1993年皇家居的词曲 那么在2011年9月的时候上传YouTube之后 没想到到4月12号已经点击超越了一亿次 第一首破译的广东歌 而2014在占中运动的时候 它也是它的主题曲 因此也被称为香港的地下国歌 不过讲到这个皇家居 有些人可能有点陌生 我们就带你来了解一下它的背景 皇家居其实在完成这首歌不到两个月 在1993年在日本录制节目的时候 从高台上不小心坠落 中年31岁 所以也算是蛮年轻的时候就失去生命了 那么最初这首歌曲名叫Piano Song 也怕有一天会跌倒 那么皇家强就说了 每次听到这句歌词 都会觉得很 有一种很心酸很难过的感觉 没想到最后这个一跌倒 就真的是带走它的生命了 不过讲到了 其实除了这种歌曲之外 我们也带你看到的是皇家居 它其实短短的这31年的生命期间 它是身为Piano的主唱 作词又填曲 创作了数百首的歌曲 那么内容大约都是反映了一些社会实弊 像哪些歌 海阔天空之外呢 就是光辉岁月 其实也是他们乐团一个非常经典的曲目 然后他们做的词 其实都很贴近 就是可能社会实事 所以会让香港人非常有共鸣 所以难怪也会拿来当成 赞中的歌曲 那么包括喜欢女大帝 很多时候到现在 还是这些五六年级生 他们还是朗朗上口的歌曲 不过讲到香港艺人 就不得不提提他了 我们的张国荣哥哥 那么哥哥呢 在七零年代出道 然后八零年代走后 到现在好 我们如果看那个电台 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哥哥的身影 对不对 包含了他跟张学游啊 或者是跟一些比较大咖的知名 影星罗洛华都曾经演过戏 他也是首位华人歌手 打入韩国的唱片市场 现在都是韩国打入我们的唱片市场 想不到 其实以前我们也有打入过 韩国的唱片市场 1995年宠爱专辑就销售了 在韩国就有五十万张 2010年CNN评选过去五十年 全球五大指标的音乐人 你知道吗 结果哥哥竟然排行第三呢 他真的是 就是直到现在 还是大家心中一个很传奇的志心 他今年已经逝世19周年了 但是感觉他很像就是 不曾消失在这个演艺圈 因为他在影坛跟歌坛 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而且最为人知的就是 他跟堂堂的这一段恋情 到现在呢 这个堂堂还依旧都会到 哥哥的目前表达思念 那么他们都觉得这一段感情 当时在那个年代出柜就很不容易 非常的轰动 对 所以到现在还能够 这份情维持下去 很多的哥哥的歌迷呢 也是觉得很动容 不过呢 讲到哥哥 我们就讲到他的好朋友 那就是梅艳芳了 那么梅艳芳前一阵子 也才出了一个类似像类传记电影 对不对 那么梅艳芳我们就带你来了解一下 粤语的流行乐团最辉煌时期 它就是一个指标 那么它可以说是香港很知名的天后人物 也是香港首位同时取得歌后跟影后的人 1986年 《坏女孩》专辑呢 72万张的记录 2003年公开了她罹患子宫颈癌的消息 但是她还是坚持在红刊呢 开完了八场演唱会 甚至还有这个经典的画面就是她穿婚纱 来给大家看 号称她这一生都嫁给了舞台 当时还有人说那个梅姑 她的身体已经快不行了 对 但是她还是穿着穿着这个婚纱 但其实这个婚纱非常的重 她的身体已经快负荷不了了 但是她依旧呢 还是把这个演唱会给办完 象征性的把最后最美好的留给歌迷 因为你自己有听过这个梅艳芳吗 一定有啊 虽然就是真的不是我们这个年代 可能当代的歌手 但是我相信梅姑的歌曲 还有她的作品 一定是大家都已经看过 而且最主要是 现在看到她当时的造型 还会觉得她真的好时尚 完全都不过时 非常的经典 对 所以可以说她是亚洲版的 澳大利赫本都不为过 差不多是这样的造型呢 是越发经典 不过我们在带你带看到了 我们讲完了这个东洋 我们就带你一起来关注西洋的部分 说到这一部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哈利波特总有看过了吧 一定要的啊 因为我个人是从她第一部 就进戏院去观赏 所以算是骨灰粉了 是骨灰粉 而且我还为此买了那个 哈利波特她本人的自传 对 然后她其实那时候选角色的时候 她父母都不认为 她会选上哈利波特这个角色 真的哦 对然后后来她就跟这个角色 就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子 不过我们等一下来请绿文 来帮我们补充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哦 现在呢最新的票选在英国 这个哈利波特 大家的最爱人气王第一名到底是谁 第一名就是我们的哈利波特了 因为他的故事深入人形 诠释到位 那么第二名又是谁呢 当然就是又漂亮又美丽的 就是我们的妙丽 高智商学霸从小漂亮到大 那么第三名这个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家世小精灵多比啊 多比 对 他就是一个在哈利波特画龙点睛的一个角色 就是只要他出现的时候 就是会带给大家欢笑 就是不会那么沉闷 所以是一个欢乐的角色 对 然后最后的结尾 我怕有人还没有看 就先不爆雷 不爆雷不爆雷 第七名则是我们的海格 虽然他很粗犷 但很受欢迎 第六名就是哈利波特的好朋友荣恩了 第七名则是这个面恶心善的snap 对不对 对 他看脚像很腹黑 但其实并不是如此 因为他到后半段就有一个蛮惊人的反转 这样 因为一开始大家都可能觉得他是反派 但没有想到他其实是为了顾及他的爱人 还有顾大局做了很多的牺牲 哇 好 那么第八名就是哈利的教父天狼 第九名则是女同学露娜罗古德 那第十名则是这个猫头鹰黑莓 要是你自己你会投哪一样 我我应该是妙丽耶 为什么 每个女生一定都会想当妙丽的啊 就是有有脸蛋然后又有就是才华 而且他经常为女神发声 其实到现在在网路的声量还是非常高的 哇 不过的 我们就想到说这部电影哦 哈利波特的神秘魔法石被列为系列电影里面的最爱 那吹狂魔是唯一挤上了奇兽榜单的魔物 大家就很好奇了那样子一部的好戏拍了这么多年这么多部 哎 为什么没有入围奥斯卡 奥斯卡怎么都不喜欢呢 这么大的骗子 对啊 而且感觉也是哎 大成本大制作 我们就带来分析原因因为呢很有可能他被定义成为儿童像的电影 除了四项线中的呃成年人之外呢目标其实比较锁定的是年轻儿童 奥斯卡呢是何嘉欢的电影呢所以设专门讲最佳动画片 有人就说了这演员有些演技呢就是普普通通评委认为这类电影呢都是靠特效 而不是以演员为主 再来就是这个早期的CGI哦可能稍微比较简陋一些些 他们第一部如果就是出色的特效的话最后一部就要花更多的心力 你只能进步嘛 没有道理你在原地踏步 那么再来有人认为这个是导演的问题 还有人认为这一部可能不是所谓我们认为的卖座猛片 也因此呢这个奥斯卡可能他们就因为他很卖座 所以奥斯卡可能就口味喜欢更专严一点的 对我觉得其实要得奖的作品好像都可能要偏文艺 或者是更有内容一点 但哈利波特我觉得他剧情的确是非常的特别 就是算是定一个用魔法当背景的一个剧本 但就是始终得不到评审的青睐也是很可惜 哦不过讲到哈利波特 哎你是哈利波特迷吗 没错啊 那你一定知道这些咒语咯 我知道这些咒语 但我真的是今天才知道可以用Siri 就是施魔法哎 哎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 你的手机可能就变成你这个施魔法的道具 那你来看到了呢 其实苹果的iOS系统呢 把Siri啊就是嘿Siri的Siri呢 改成你只要把它改成英文的话 你一弄呢这个Lumus就可以开启手电筒 那么Nux就可以关闭手电筒 你要不要赶快拿起来试一试 哎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阿秀家的这个APP的名称呢 你就可以打开这个APP 甚至呢你的捷径APP呢 设咒语指令 有新增捷径里面输入咒语的名字 设定指令 哎里面中文也可以 譬如说你要说料理荒 哈哈哈也可以 但是呢如果你是Android系统也不用担心 你只要启用你的Google助理 然后一样用Lumus开启手电筒 然后Nux关闭手电筒 但是呢 咦其实里面有一些叫做照明咒 灭光咒 甚至是速速前的静默咒 我们就带您一起来试试看 哎我自己本身是iOS系统的 所以我就来试试看 到底真的是不是我念咒语之后呢 它的闪光灯就会 咦真的会变亮 那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所谓的第一个开启手电筒 嘿Siri Lumus 真的 哇 所以是真的可以吃魔咒 好神奇哦 那如果关掉我们再来试一遍 嘿Siri Nux 嘿Siri Nux 哇 太神奇了 所以真的可以耶 对 所以观众朋友不妨拿起你的手机试一试哦 如果你把你的 如果你是iOS系统 你就把你的Siri设定成为英文 你也可以当哈利波特的议员 对不对 但是在外面这样子会不会很好笑啊 不会啊 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当妙力 就我是那个霍格华兹的学生这样子 对你就说哎大家好 我是妙力 我要表演一段我的咒语 给大家看 我就开始念魔法这样 所以呢 其实哎 像里面的照明咒语跟灭光咒语 大概有印象它是用在什么时候吗 所以我们在什么情境上可以用 其实这两个咒语都算是里面蛮基本 就是一开始入学的时候就会使用的 对 因为他们有时候可能半夜睡觉的时间 就会到就是霍格华兹里面探险 就会需要用到照明咒这些的 哦 所以如果观众朋友 你如果打不开你的手机的手电筒 那很有可能你就是麻瓜了 那如果是麻瓜的话 可能要再努力一点 才可以变成魔法师哦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